各位朋友好,上一期節目講到習近平的私生子 名叫蔣仁正,今天咱們繼續來講這個話題 來徹底地揭開他這個私生子的遺云 今天主要是想講蔣仁正,他的媽是誰,過去幹什麼的 怎麼和習近平搞到一起,現在又在哪裡 在講這個話題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 兩會就要開始了,而在兩會開始之前 中國民間有兩種運動正在醞釀之中 一個叫做白髮運動,就是全國很多個地方的退休人士 都在醞釀更大規模的抗疫醫保縮水的 這樣的一場運動,這場運動在2月8號的時候 已經從武漢開始了,15號的時候已經擴展到了 大連、府順還有深圳這些城市 現在還在繼續的醞釀、繼續的擴大 第二個運動是以青壯年為主的斷供氣保運動 就是說大家要不再給他們的社保供款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看到這些老年人的遭遇就知道 現在交社保那就是肉包子打狗 中共一定把這些錢用於他們的貪污浪費 用於他們的窮兵獨舞,用於他們供養龐大的寄生蟲階層 就是中共的幹部隊伍 大家無論交多少,最後肯定是血本無歸 所以說乾脆就不交了 現在有一些人,據我了解國內有一些人 希望把這兩個運動合二為一 形成一場全國抗議浪潮 今年的兩會就是抗議的最佳時機 兩會3月4號開始,11號結束 這一次的兩會比以往所有的兩會都要重要 因為他實際上就是習近平建立獨裁王朝的一個登機大典 這個時候抗議成功的機率很高 輕則可以逼他讓步,退還老百姓看病買藥的錢 重則是可以阻止他連任,阻止他登機 如果是體制內的反習派趁機發難的話 那麼甚至可以迫使他下台 如果是這個時候體制外的反對派又成功的動員 更多的人來抗議,那麼顏色革命也就開始了 甚至可以改變中國的現有的專制制度 最佳的時機就是兩會期間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各種各樣訴求的人現在都應當 趁著這個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來推動中國的進步 好,那我們現在言歸正傳 說習近平的私生子的問題 上一次我把蔣仁正的照片貼出來之後 就有人說怎麼看起來不像習近平呢? 這不是很正常嗎?兒子不像爹,非常正常 毛岸英像毛澤東一點都不像 蔣經國像不像蔣介石一點都不像 實際上很多兒子,尤其是長子 他是像媽的成份多一點,當然也有一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這個蔣仁正,他的長相應該是兼具了他爹和他媽的特徵 他的眼睛和鼻子都有一點像習近平 鼻子比較大,眼睛比較小像習近平 而他的臉型、身材根據當年的一些見過他媽的人的描述 應當是像媽的 那他媽是誰呢?他媽叫蔣薇,是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 畢業的時間不是87年,就是88年 畢業之後就分配到了福建寧德地委的辦公室 那個時候還有一個行政建制叫做行政專員公署 所以那個地委也是行政專員公署的辦公室 到那裡去當文員,也就是有時候做一些抄抄寫寫的文書工作 有時候更多的時候是給領導端茶送水 做一些服務員的工作,那關於這個蔣薇呢 現在很多的資料都已經被刻意的刪除了 所以根本找不到任何他的照片 很多信息都被徹底的隱藏起來了 但是福建寧德當地還有很多人對他記憶猶新 尤其是那個時候在福建地委和行政專員公署工作的 那些幹部那些公務員,對他記得很清楚 就說這個蔣薇他當時二十出頭的年紀 個子不高,也長得不是很漂亮 但是還算是清秀,長著一副瓜子臉 臉上還有一個小酒窩 給大家印象最深的是這小姑娘這個嘴特別甜 善解人意,很討人喜歡 按照他們這些人的描述 那時候似乎是跟習近平他老媽齊心年輕的時候 是有幾分相似的 88年的時候習近平就調到寧德地委去當書記 但是彭麗媛沒有跟著去,只在寧德短暫地住過幾天 彭麗媛那個時候是很紅啊,紅遍大江南北的歌手啊 所以他在全國還要到處去唱歌,非常的忙 再說寧德那個地方實在是太偏僻了 而且他可能跟習近平都知道 習近平在那個地方待不長 所以說他就自己在全國各地到處跑 就想著短時間內把習近平放在那兒 應當不會出什麼問題 但是習近平那個時候正直壯年,三十多歲 身體又好,毛血很旺 每一個毛孔都充滿了慾望 所以說他就耐不住這個寂寞 那個時候蔣薇就在他的身邊 每一天都在他的眼前晃來晃去 都在他的辦公室進進出出 這麼有一天終於他就控制不住了 就在辦公室搞出這麼一段列緣 當時這個地委和專員公署是在一起的 員工和幹部的宿舍 也就在跟他們辦公室一樣都在一個大院子裡面 習近平的這個住所宿舍 是這個大院裡面最好的一間房子 是靠東北角的那一幢樓的第三樓 那個地方是相當親近的 習近平搬進去之後,彭麗媛又不來 三房一廳就是他一個人 所以說很多那些幹部 有些是真的出於關心 大部分是想溜絮拍馬的就派自己的家人 有時候是老婆,有時候是女兒去給他幫忙 去給他做一做家務 但是後來大家發現其他人要求去做家務 習近平都一概的謝絕 他只讓蔣威去給他做家務 而且後來大家還發現蔣威有時候甚至是晚上 九十點鐘、十一點鐘了還要跑到習近平那去 要去做家務,一進去了就不出來 所以大家自然就明白發生了什麼 在那種地方是沒有辦法保密的 所以這件事情很快就在大院裡面傳開了 人盡皆知成了熱門的話題 當時彭麗媛跟習近平是聚少離多 所以到了90年他們還沒有孩子 但是習近平和蔣威那是天天見面 很快就搞出一條人命了,就是蔣仁正 據說有一次地委開大會 會場上面坐著很多的人 習近平和幾個主要領導坐在主席台上在講話 講著講著突然蔣威在底下就有異動 在會場上大家發現他突然就要嘔吐了 然後不得不在眾人注視之下起身就跑出會場 大家注意到主席台上的習近平當時也相當的緊張 看見這種場景,大家知道習近平可能這一次 搞出麻煩來了,出了大事了 這件事情也很快傳到了彭麗媛的耳朵裡面 所以彭麗媛很快在那次大會之後就到了寧德 彭麗媛一共去寧德大概不下四次、五次 這一次是最後的一次,大院裡面傳聞說 彭麗媛跟習近平是大吵了一番 大家有一些人還在等著看笑話 比如說接受調查的這個人,提供材料的這個人 他當時是抱著看笑話的心態,以為有好戲可看 但是很快他就失望了,這件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那習近平是怎麼樣擺平這一件事情的 是怎麼樣善後的呢?那調查員就到其他地方去查了一下 雖然現在有一些環節的這個信息還是缺乏的 但是大致的脈絡已經整理出來了 第一就是習近平向彭麗媛肯定是認錯了 彭麗媛當時的這個名氣很大呀,粉絲很多啊 如果是他執意要跟習近平這個離婚的話 那習近平那就成了全國著名的渣男了 雖然共產黨裡面渣男很多 但是你要把自己搞到很著名了 那你的這個政治前途也就沒有了 所以說肯定是習近平向彭麗媛低頭下跪了,保證永不再犯 這樣換著彭麗媛不離婚 那第二個得到確實的就是蔣薇很快就辭職了 而且不僅僅是離開了寧德,甚至是離開了整個福建 把戶口牽回江西南城他的老家去了 他父母當時在那裡,但是後來他父母也離開了 戶口牽回江西了,但是蔣薇這個人據了解 並沒有回到江西,而是去了深圳 當時習近平的父母習仲勳和齊欣已經搬到深圳去常駐了 因為這個深圳特區成立就是在習仲勳主政廣東的時候成立的 所以他對深圳那是有非常大的權威性的 深圳的那些幹部是相當相當的買他的帳的 再說習仲勳也是第一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所以那些深圳的這些幹部對他是膜拜的五體投地 在深圳他是有很多的人脈,很多的資源的 基本上深圳就是他自己的一個地盤 蔣薇到那裡之後,到深圳之後那就得到了最好的照顧 也就在深圳蔣薇生下了蔣仁正 一般來說小姑娘未婚先孕又被拋棄了 又不能夠跟習近平再見面了,又沒有機會扶正了 這種情況下小姑娘一般都會選擇不要孩子 這樣人生可以重新開始,重新起航 為什麼生了呢?據調查員的了解是受到了習仲勳和齊欣的壓力 對於習仲勳和齊欣來說 雖然這些小孩子不是婚生子,不是嫡出 但是也是他們家的長房長孫也很金貴啊 肯定是用心去勸說了蔣薇,同時也還跟他許諾了 因為後來蔣薇是在習家的家族裡面 雖然不是正式的成員 但是掌握有他家族企業的股份 就是習仲勳的大女兒齊喬喬和他的女婿鄧家貴的公司裡面 叫秦川大帝還有其他的幾個公司裡面 都有蔣薇的股份在裡面 也就是說他們給了蔣薇很多經濟上的好處 把這個孩子生下來保你一生富貴 而且肯定也向蔣薇保證了孩子生出來之後前途無量 也不需要你操心他今後的前途我們都已經跟他安排好了 都按照紅三代的規格來培養 所以說我們上一期節目講到了蔣人證 一輩子這三十多年可以說是一路開掛 他的命運如有神柱 到現在甚至是蔣人證有了當習近平接班人的可能性了 當然能不能接班還需要有很多其他的條件 首先習近平你自己位置得坐得穩 其次蔣人證還得戰勝其他的競爭者 像這個習明哲就是最大的競爭者 習明哲雖然是女孩子但是現在皇權也是與時俱進 過去中國歷朝歷代只有皇太子 今後出個皇太女也是有可能的 人家英國有這個女王 現在金家也有可能推出一個女性的接班人 所以習明哲將來接習近平的班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雖然這個蔣人證是長房長孫 但是畢竟是素粗 而習明哲是嫡粗 所以身份上比蔣人證又高了一個層次 再加上還有他媽彭麗媛的這個加持 習近平一般來說會死在前面 騎死了之後彭麗媛還在,她當了太后 她的勢力必然就要膨脹,膨脹起來了 肯定就要支持她自己的女兒 那麼另外習近平還可能有其他的私生子 雖然現在還沒有徹底的證實 蔣威事發之後,習近平向彭麗媛下歸認錯了 但是狗改得了吃屎嘛,改不了 後來肯定還是繼續的搞她的婚外情 她從林德調到福州之後,當了福州的書記之後 又和廣播電台的女主持人孟學好上了 這在福州的這個官場現在是在全國幾乎是人人皆知了 甚至可以說她當時因為這件事情 帶動了整個福州官場的政治文化 就是說那個時候,福州的那些官員 要是沒有一個情婦的話,他們會感覺著臉上無光 他們必須得緊跟著習近平的步伐 所以她下面的那些人,就包括這個王小洪 還有王小洪下面的那些公安局的那些人 還有像蔡奇、黃坤明他們這些人 都是在這一方面都是相當相當放得開的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爹當年就是福州一個局級官員 後來他本人是移民加拿大了,他在福州的時候 就跟孟學交往很多,熟得很 他們都知道這個孟學跟習近平好了 有時候大家一起聚會的時候 甚至是拿這件事情來打去孟學 後來習近平調到了浙江,孟學也有了新的男朋友 有一次我認識的這位朋友,他就跟孟學他們一起喝酒 他男朋友也在場,醉醺醺的時候 他還拿孟學跟習近平的事情開玩笑 孟學的這個男朋友當場就跟他翻臉了 動手打了他了,一打就把他的酒給打醒了 這位朋友說孟學他本人是沒有生孩子的 那除了孟學之外,習近平還有沒有其他的人呢? 肯定也還有的,跟其他人有沒有孩子呢? 估計也還有,前一段時間不是有江湖傳聞 說是習近平到了浙江之後 還跟一個國際象棋冠軍叫楚成的好上了,還生了兒子 是不是真的,現在我不知道 我這裡得到的材料裡面沒有任何事件來佐徵這件事情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空穴來風啊 最近也有人在挖習遠平的兒子,習明正的材料 認為他可能今後也有機會接習近平的班 因為習明正,他的人生經歷也跟蔣仁正一樣 也是按照國家領導人去培養的 我認為習明正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習近平他有自己的兒女,所以輪不到他這個侄子 那習明正的這個角色,雖然他也是著力地培養了 看起來好像是跟蔣仁正一樣 是按照領導的這個規格培養的 但是可能最後他跟他爹一樣 和跟他的這些姑媽姑父一樣,不是從政而是去從商 因為中共的這些大家族,包括習近平家族在內 他們都有一個特色,就是有一個人從政,其他的人從商 一方面是要掌權,一方面是要撈錢 掌權的人只能有一個,但是撈錢的人那是越多越好 所以我認為習明正他不會參與今後的可能的權力競爭 總之等到習近平建立了終身獨裁之後 那這個現代的皇權就在中國正式地形成了 但是派系鬥爭,絕對不會消停 習明正、蔣仁正還有其他可能的這些師生子 他們會各自形成自己的派系,彼此勾心鬥腳 整個中共的這個官場,習家王朝的這個官場 也會因此而分裂成不同的派系 每一個派系都支持一個潛在的繼承人 內鬥甚至是內戰將來都有可能 這種事情在過去兩千多年的皇權歷史上 那是不絕於史書,如果是皇權再次復辟了 這種悲劇、慘劇肯定還會重演 所以說中國人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除夕 就是在他登基之前或者是登基之初 就把這個王朝給粉碎了,悠悠萬事此事為大 也就要努力以為大疑劇 我們會在天涵可能會不會被破壞 提供了一篇 有什麼時候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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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